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光头墙 怎么了 正忙着呢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声音 走 出去看看 谁这么不长眼敢打扰我办事 人呢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本书 你来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 好 下午六点 越战丛林 报上次一枪之仇 光头墙 居然有人给你下战书 哪个不怕死的敢挑战我光头墙 我一定打得他屁滚尿流 有家难回 喂 你干嘛去 拉屎 呃 光头墙 你不紧张吗 笑话 老子可是五条墙 该紧张的是对手 今天就让你看看强哥有多牛逼 就是这里了吧 怎么没有人啊 喂 人呢 快出来了 在前面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管他什么东西 来一个灭 雕虫小记 让强哥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烈焰 切跟我斗 光头墙 你没事吧 就凭他还伤不了我 这只猴子要怎么处理 不用管他 没死 今天这一战一定会让他后悔终生 他醒来再找你打架怎么办 那他也得有那个实力 快跟上 我们回家 居然失败了 看来他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 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 得赶紧走 光头墙 你那么厉害是跟谁学的呀 能不能教教我 看你表现 快看他的伐木工 他逃出来了 无所谓 反正也没什么价值了 哼 就让你再狂妄两天 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 哈哈 光头墙 他凭空不见了 不见了 居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消失 可别让我再抓到他 否则 哼哼 可我总觉得他没那么简单 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 真是废物啊 看在你还有用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走吧 跟我回去 熊大熊大 快醒醒 谁啊 大半夜的是铁掌老哥 你这个点找我干嘛呀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帮忙 什么事还能难倒我虎哥 哎 我这就说给你听 什么声音 喂 光头墙醒醒 困死了 别烦我 哎 那我自己出去看看 那声音好像是从门外传来的 安全起见 我先把房间的门都关上 奇怪 在外面分明什么也没有 难道是我幻听了吗 好 这就是 老公 是不是 那个